上星期五,KTLA著名娛樂節目主播兼記者Sam Rubin去世,享年64歲。 據Rubin家人透露,他去世的原因是心臟病發作。 Rubin最後一次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是在上星期四的《神經新聞》中, 當時他看起來好像平常那麼健康。 對於Rubin的去世,KTLA的多名同事和荷里活總多名人均表示哀悼。 社交媒體上亦充滿對他的懷面和讚譽。 Sam Rubin於1991年加入KTLA五《神經新聞》, 曾採訪了多位荷里活明星, 在KTLA的標誌性人物也是荷里活最著名的娛樂記者之一。 其新聞報導和訪談節目深受觀眾喜愛。 在3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,Rubin拿下了多個獎項, 包括Amy獎、Golden Mike最佳娛樂記者獎 和南加州廣播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。 Tinawa記者編輯報導